地球上只有极少数的物种有这种神秘的特质 月经周期 人类便是这少数物种之一 猴子、猿、蝙蝠、人类 可能还有象渠 是地球上仅有的有月经的哺乳动物 人类的月经比其他动物更频繁 即便月经会导致营养流失和身体上的不便 那么 这种罕见的生理过程究竟意义何在 这要从怀孕说起 在怀孕过程中 身体的资源被充分地利用 以塑造一个适合胎儿生长的环境 为胎儿的成长提供营养的港湾 从这方面来看 怀孕多么神奇啊 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怀孕的过程中 母体和胎儿也存在冲突 和其他所有生物一样 人类身体进化的目的是更好的延续物种基因 对母亲而言 这意味着他应该给他所有的后代提供相同的条件 但母亲和胎儿的基因不是完全相同的 胎儿还继承了其父亲的基因 这些基因为了生存 会向母亲索取更多的资源 这种进化中的利益冲突 让女性和他腹中的孩子 在子宫内展开一场生理上的拔河比赛 这场比赛的成因之一是胎盘 胎盘是连接胎儿和母体血液系统的器官 它为胎儿提供发育需要的营养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胎盘被母体内的一层细胞屏障包围 这层屏障让母体能控制给胎儿的营养供应 但对于人类和其他少数物种来说 胎盘实际上直接进入了母体的循环系统 直接接触母体的血液 通过胎盘 胎儿向母体的动脉释放荷尔蒙 这是母体的动脉扩张 运送营养丰富的血液 这样无限制的接触 胎儿能通过控制激素来增加母体血糖 扩张母体动脉 并提高母体血压 在必要的情况下 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母体能排出或者再吸收胚胎 但是对人类来说 一旦胎儿连接到血液供应 切断了这种连接会导致严重内出血 如果胎儿发育不良或死亡 则会危及母亲的健康 胎儿发育和对营养的持续需求 会使母亲极其疲惫 血压升高 并可能出现糖尿病 和先兆子咸等状况 因为这些风险的存在 怀孕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投资 因此 身体有理由仔细筛选胚胎 只留下那些值得为之冒险的胚胎 月经则随之产生了 怀孕始于灼床这一过程 胚胎把自己嵌入到子宫内膜上 子宫内膜不断演化 使得灼床变得困难 这样只有健康的胚胎能够存活 但这样一来 他也选择了最有活力的胚胎 创造了一个进化反馈循环 胚胎向子宫内膜 传递复杂而精细的激素信号 使子宫内膜允许他灼床 那么如果胚胎灼床失败了呢 胚胎可能还会附着在子宫内膜上 甚至部分进入子宫内膜 但胚胎慢慢死去时 母体会更容易发生感染 它可能会一直释放激素信号 扰乱母体组织 身体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会排出所有可能的危险 每当排卵未能形成健康胚胎 子宫都会使整个内膜脱落 同时将未受精 虚弱或冰死的胚胎一并排出 这个自我保护的过程就是月经周期 其结果就是月经来潮 正是这种奇异的生物特性 使得人类能一直繁衍下去 现在您已经知道 地球上的哺乳动物是如何月经的 接下来观看这段视频 来找出不同物种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分娩方式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其他视频 接下来观看